禁止废话 为什么说当你在吃菠萝的时候 菠萝也在吃你 因为菠萝中含有一种特殊的蛋白酶 会消耗人的蛋白质 老鼠为什么会被尖叫声吓死 在极端情况下 老鼠受到惊吓时 可能导致血压升高 心脏骤停 为什么说糖精其实不是糖制精华 因为它是从又黑又黏又臭的煤胶油中 提取出来 经过硫酸黄化 五氯化磷和氨处理 然后用高蒙酸夹氧化 最后结晶脱水得出的白色结晶体 男生也是可以体会到女生姨妈痛的 跟着学 用手抓住侧腹的肉 使劲拉到最远 15秒后就能体会到了 不信你试试 为什么袋鼠被称为混得最惨的国宝 数量太多破坏了生态平衡 你知道什么叫震动错觉综合症吗 手机明明没有响 却能感觉到手机在震动 或者在想的幻觉和错觉 称之为震动幻觉综合症 为什么只有落糖精没有落糖压 鸭子的妙处 在于其尾端有一个尾支线 它能分泌出油脂 鸭子经常回头梳理羽毛 其实是分成两个步骤的 第一步用又扁又大的嘴 到尾部沾上这种油脂 第二步把油脂涂抹在羽毛上 这样处理过的羽毛 就有防水作用了 为什么想屁不臭 臭屁不想 肠道中像刘化精 这种有气味的气体增多时 粘度就会增加 气体就会做有规则 接近直线的运动 从而没有声音 当气体变少时 粘度就会减少 就会做无规则的运动 从而有响声 各国的奇葩法律 你都知道吗 一 泰国出门必须穿内裤 二 日本禁止肥胖 三 肯尼亚不准自杀 四 罗马尼亚禁止学生写作业 拎币上总共有多少种文字 有五种 分别是汉字 盲文 猛文 藏文 维吾尔族文 还有壮文 你知道中国哪个省的男生 颜值最高吗 2022年网络投票统计得出 第一山东 其次河南 广东 新疆 陕西 北京 安徽 四川 湖南 上海 为什么银行都不设置公共厕所 因为总不可能在厕所装监控吧 男生无法抗拒的女生撩人时间 一 对视 二 洗澡后 三 伸懒腰 富士山喷发对我国究竟有多大影响 没什么影响 唯一影响的就是我家门口超市里的啤酒 会被我买走几箱 那么对你们都有啥影响 为什么情绪低落的时候不想吃东西 因为我们的胃也是情绪器官 所以难过时会吃不下东西 金针菇真的可以无限循环 不行 我试过 第三次就苦了 为什么说皮肤好的男生一定不简单 因为据研究发现 经常不接触异性的男生皮肤会发黄发干 还会长痘痘 反之就要注意了 那些你以为全国统一的事情 你以为都是小学六年初中三年 其实上海小学只有五年 初中四年 而且上海部分地区 一年级的时候带的是绿领巾 古代的七初是什么意思 七初是休息的七种理由 分别为不能生养 不孝公婆 出轨 嫉妒 爱传闲话 不守规矩 身患重病 因为进化不同 人类肠道变长 胃酸变弱 动物的肠道短 胃酸强